目标要将充满台湾风味的音乐和舞蹈带到维也纳皇宫 美国的华裔舞蹈协会最近在驻洛杉矶台北经文处 和洛杉矶华侨文教中心的祝贺之下 完成了授席典礼 7月5号到18号参加奥地利举办的第四届台湾音乐节表演 除了去维也纳奥地利以外 我们还要前往匈牙利 还要去捷克三个国家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因为是有点代表国家 所以我们很努力地在这两支舞蹈上下功夫 我们希望他们借着国际舞台 能够把我们台湾的多元文化 尤其是我们的原住民的舞蹈 能够介绍给我们国际友人 那也能够成为我们推动国民外交一个最主要的力量 总计会有200人参与的演出盛会 特别挑选出了来自世界各地 不同国家的华人表演和唱舞蹈和国画 其中美国华裔舞蹈协会 将会带来两段表演 分别是台湾山地舞丰收的喜悦 还有则是彩带舞 青鹰梦影彩云飞 请关注写